观察者网,昨天,一位身在海外的央视女记者,获得大量网友。这位女记者是中央电视台欧洲中心站记者孔玲玲。事情发生在9月30日,英国保守党年会期间,举行涉港问题会议。 香港非法战争主要策划者和港独分子戴耀廷、罗冠聪等人生会,在孔玲玲提问八言表达观点时,竟然遭到百般阻挠,甚至人身侵犯。 之后,孔玲玲被英国警方带走。据《南法早报》报道,孔玲玲在会议现场博士的是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·Benelick Roder的言辞。 罗杰斯于几年10月被香港特区政府拒绝入境。 当时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川雲评价说,这个人赴港是否有意干预特区内部事务,干预香港司法独立。 他自己非常清楚,孔玲玲在会场上驳斥罗杰斯,你个骗子,宣传反华,你想分裂中国,但你连中国人都不是,其他发言的都是卖国贼, 观察者网注意到,这场会议的参户人员包括,戴耀平,香港被把战中事件发起人之一,香港反对派政客里注明,战中偷目罗冠聪。 随后,会场出现冲突,有人开始拍视频,在网上流传的视频中,孔玲玲全程被一名白人男子抓住双臂。 有记者就此事,询问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。 我使馆发言人表示,英国一贯标榜的言论自由,但当中国记者表达观点时,却遭百般阻挠,甚至人身侵犯。 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,中方要求英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,向中国记者道歉。 问,9月30日,在英国保守党年会期间,该党人权委员会,就香港问题举行编会,香港反对派参会发言,编会期间有一名中国记者被警方带走。 请问你有什么评论? 答,香港回归祖国,21年来,一国两制实际取得巨大成功,香港发展成就举世公认,香港是中国的香港,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,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利用该党年会举办,并会为反华分裂势力账目。 中方表示严重关险和强烈不满,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,任何古春香港独立的吐磨和行为都是徒劳的。 英国一贯腰把言论自由,但当中国记者在联会上提问表达观点时,却遭到百伴阻能,甚至人身侵犯,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。 我们要求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,停止插手香港事务,要求会议组织者向中国记者道歉,央视发言人也就因方行径表示抗议。 据中国驻英使馆发布的最新消息,昨天晚间,孔玲玲已经获释,中央电视台欧洲中心站记者孔玲玲已经获释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孔玲玲置疑慰问。 据中央电视台欧洲中心站通报,在我住英使馆的严正交涉和舆论压力下,英国警报在短时间内释放了孔玲玲。 律师明确表示,孔玲玲是无指控释放,其行为是正常履职,会议组织防御指示道,央视发言人指出,任何鼓吹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为,都是念历史潮流和徒劳的。 我们同时要求英国方面切实采取措施,暴涨,我记着权益,确保不再发生此类荒唐事件,无论何时何地,维护祖国同意,维护国家尊严,对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